A级大瓜再次被爆出 MD野王已入住A级 阿泽居然不走了 出称最终自将600万 确定转会 到底怎么回事呢 最近A级的各种大瓜持续被爆 虽然总有不一样的瓜 但俱乐部与选手在此期间 改变主意也是很正常的 就比如之前被传飞飞样的阿泽 多家俱乐部失去后 对他非常认可 据说他的转会价 已经超出了开始的400万 本以为这次阿泽能找到一个好下家 风风光光的离开A级 但近期阿泽与狼队金羽开始 在鸡羽的询问下 阿渣表示 哪高救吗你是 我去哪高救了 我不懂啊 此话一出 直接推翻了之前所有的瓜 可这并不代表 之前阿泽的瓜就是假的 因为据解说瓶子头楼 A级曾经的教练 AWALK确定回归A级了 都知道阿渣被称为是A教的亲儿子 阿渣不懂也是A教的挽留 蒋连涛的敌恩天 不知不觉都认识你一连半了 刚接触你的时候你还是个产品 夏娃顿盾山 猪猎猪猫戒 玩的什么都是一顿混 每次吃五六千的经济 去中路暂时也去混 那个时候被我教育 现在想想 当时你已经早已预知了版本的一切 记得马超刚出来的时候 哈哈哈哈 这个开的真正正 没事 好了好了 好 没事没事 我专业送子 放这里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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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 我都有 所以这是不是就代表 一安的首发无了呢 而这次被爆 初晨转会是板上定定了 因之前的650万无人问题 如今又改到了400万 相比一记当初买设的1000万 最终自降了600万 同时为初晨兜底的俱乐部不是别人 这是他的老动家 EDGM 其实不管怎样 初晨还是有一个好归处的 毕竟EDGM对初晨是真的不错 而初晨在AG打野的位置 次会已经被顶替成功 顶替他的就是MD战队的打野魏扬 MD曾拿过K甲第四的最好成绩 虽然卫扬虽然与GK魏扬同在一个俱乐部 但并不是同一个人 至于两人的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曾在去年挑战准备打套宝时 他蓝在节奥关筒冲进5人中 运行2打5团灭套宝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最近在九成的直播间 听到了张鸟在询问 魏扬吃饭了吗 还习惯不 不知魏扬是在AG失去 还是已经加入AG战队了呢 让人非常期待 以上就是AG最近的瓜 实际还得以俱乐部官宣为主